第27题 小雅座电学实验室使用如右图所示的电路装置 来测量电阻器的电流电压并计算其电功率 它测量的结果如右图所示 伏特器的指针只在刻度1上 毫安培计的指针只在刻度4上 假如右图中的电源无内电阻 则下列何者最可能维持电阻器的功率 那我们晓得题目上面有电压有电流 要算电功率的公式叫做P等于IV P等于IV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电压伏特计在10的标志上面 所以要看的是上面这个的毒素 它只在1所以它的伏特是2伏特 那么同理呢 我们的电流接待是50的地方 要看的是50这边的毒素 它指到是表示40 可是它是毫安培 所以是千分之40安培 所以带入公式P等于IV就是千分之40安培 乘以2伏特 变成千分之80 也有百分之八 0.08瓦 所以呢 第二次期题答案问我们说 则下列何者最可能维持电阻器的电功率 我们答案选的是B 0.08瓦 0.08瓦